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布局越来越清晰,发展越来越成熟 想要在大湾区置业的朋友越来越多 但是头绪不是很清楚 对于想在大湾区置业的朋友,我们一定要有全局意识 回过头来看,我们就会发现 任何一个大湾区最终的核心地带 都是围绕着珠海口两边去发展 是有它一定的发展脉络的 而粤港澳大湾区最核心的发展轴有两个 一个是珠海口两岸构成一个大优质型 也就是珠海的横琴自贸区和金湾区 湘州区唐家湾片区,中山翠横新区 广州兰沙自贸区,东广滨海旺新区 深圳前海自贸区 另一个发展轴叫广深广科技走廊 包括广州主城区的珠江西城 金融城,爬州铺两岸菊群 东广的松山湖,深圳的光明科学城 福田后海这两条最核心的价值带 从长远布局来说,应该只能在这里